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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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 中低杆 对 他摆的这个位置 是13号的小面 中低杆 效果啊 还不复K 这个效果 应该是有分钟的线路 中低杆 叫12 运气还挺好 这个球 这么看的话 4号是有单下 3号和6号 还有7号 都是问题 把这一杆6号 穿3号仰洞口 6号有点死 还可以 那现在小号比较主动 还求多 而且位置都不错 中号赶一推 没问题 这个角度 应该是有K型 这个K13的线路 看看同学怎么选择 好 从顶杆 顶杆 现在看看要不要选择分钟 或者15 双下都可以 14号移入 14号移入 这个效果 不适合理想 现在小球可以 清台了 好 现在本意 应该是这个角4号 现在问题不大 可以用6号船3号 控制力度 叫1号 好 1号 2号都可以选 这样的话最后有可能 用这个4号叫8了 注意这个6号的角度 不要太直 这个角度不是很理想 手架还有一点影响 看看是中低杆 还是高杆推两裤 好 没问题 中低杆一裤 走到开球线的附近 就可以啊 交到8号 中低杆 一定要注意角度 可以过开球线 好 过一点点没关系 角度有一点点大 这球可能要考虑 推一下 叫这个8号的中带 如果不持裤呢 叫左侧的中带 如果也可以推裤 叫右侧的中带 都可以啊 看看选手的 这个习惯 好 选手的节奏啊 还是比较稳的 有可能中低杆横抬 较右侧的中带 打薄了 这一杆 嗯 轻到这个阶段啊 还是很可惜的 还是很可惜的 我们选择这防守 哦 这根球可以 防的可以 好球 好 这边 右侧 没问题 这杆是有控制的 还不错 可以防 重低杆 母球 摔到按字左侧 就可以 看同学怎么处理 或者直接推过去 用八号做 这个位置还是有益的 但是这个13的效果 也是一般 看这个左侧 左侧的底裤 一裤可以发一点力量 发力 不 控制 旅航这边呢 手里还是比较有准的 可以这么说 也是一般的 解球 啥的 都是有控制的 还可以 这球没问题 这个位置 继续放手 打13包边 母球 还是回到现在这个位置 这是要翻带 这球进攻的话 风险很大 而且根本就是不好控制 非常稳当 这个选手 放在这个位置 都很难受 这个位置 这一干不好防了 只能白球沉底了 还是要供中带 这球控制的话 两裤应该是能控制住 好球啊 这球啊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这个球 拼得可以啊 这个已经很难了 刚才那杆球 白球都贴上了 你说刚才那个球 它那么准 这个球为啥没打劲呢 那只能说 刚才那个球 有可能是运气球 很尴尬啊 很尴尬 这杆球也不太好攻 这个应该是要考虑 进攻的话 哦 要打中的 中低杆 刚刚才夏略儿 那个才办 刚下场 哎 我怎么被发现了 其实刚才夏略儿打得挺好啊 给我都看呆了 哎 这球 真感大 嗯 树干仓促啊 这个球 没有 准备充分 推干仪裤 脚底带 哎呦 我天 这时候要准备充分 这时候准备充分 不可以说了 哎呦 我天 这是啥 五扑翻底 运气还不错 运气还不错 好 这一杆 中带 底带都可以进攻 有可能中低杆 一酷 看看这个选手的准度 关键时候 管不管用 嗯 薄了 运气 运气 嗯 有可能第一局啊 由这个刘俊伟 拿下 第一局 刘俊伟 上 一分一笔 也是比较颠簸网 这个 我来吧 谢谢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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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俊伟 这个刘俊伟长的还挺帅的 是艺术的 我来吧 这三个刘俊伟长的 想要找到 这个刘俊伟长的 那这三个刘俊伟长的 这个刘俊伟长的 这三个刘俊伟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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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有K到 可能就 出去机会 压制号 这样体要的把下边两块球都打了 怎么办 这个难 是啊 因为他说他不打了 不是很有经验 这样就被人限制了 可以用7号做防守 7号用3号用6号都可以 需要稍微的空一下盘 准备用7号放一个 用3号 7号 还不错 逼着对手只能打这个10号 这对手如果有点傻的话 就把10号打开了 如果会点的话 就会勾9 他要把10号打开 中招了 现在小球可以错 但是这个3和6如果不传的话 先打7 打完7以后3传6 这有一个舒服的手架 3传6 用2号先接 好 并没有这么选择了 现在这个也比较尴尬 好 想叫6号 在这个单线 这个也是比较难 我没唱戏 我说就是相声还行 我唱戏 我这个球 没有观赏性的一根肝法 现在有可能要进攻3号 中弹 那旅行还是比较稳定 我看见 好 这一根 就像3号 做个防守 这一根肝法 也不像是在那边 这个大招 很像是在那边 这一根肝法 那就是在那边 这一根肝法 这个大招 这一根肝法 这么大比较危险 好 这就是在那边 那边 这一根肝法 这一根肝法 想打一根石 再打一筋我就哭了 想打一根石 想打一根石 再打一根石 再打一根石 我就哭了 要打一根石 佐宏 那些都是 一斤 под ex 先来 regarde 继续 他准备走三 打六以后呢 九三还是传下吧 哎呀我的天 说这共识啊 这地图共识 是不是 那肯定是没有阶下 没有阶下 基本塞不进去 这个球啊 没有那么大缝隙 看看同学怎么处理 发达力抠了 没有 传 戒 没有戒 这个球 他总共的缝隙 不会这个三号过来 再怎么接 接不进去 是海卡是吗 网络好像没那么顺畅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 打完比赛呢 打完比赛呢 这些人会回去读书的 因为周末 也不上课 所以他们不用读书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读书是必须的 但是比赛也要打 第二阶 就准我一下 比赛二比零 好 赛点二比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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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二比零零先两个赛点 这个球儿和学名 哈尔滨工业大学体育馆 原来的冰邦球馆 现在这个作为比赛场地使用 这回听清了没 这球进攻六号 好球 不进也是也可以 其实花色球是有进攻 中低杆可以往八号身上K 交一个十一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攻 但是也属于这个悄悄情难 构实 这个角度构实 中高杆可以K一下十五 白球往这个上方走 中低杆一定要控制力度 尽量小 好 打后了 小小小可以 可以打一号 好比我还要 好比我还要 tení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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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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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